本县白沙香瓦同蓝天庙 青道光神教产片是全县现存最早的神教 经过了文化局向文化部文化资产局 争取了经费补助 委托以木雕科中心进行修护工作 现在完成的修护并保存于瓦同蓝天庙 这个神教到目前为止 应该差不多有180几年的历史 算起来应该是台湾最古老的神教 那个小室他们还是有 那个镇台也是有 不过他们年代应该说他们 记忆他们那个专家 他们那个神教是应该差不多130-140年左右 还没有这个这么苦的 啊就是 这个也是 那个已经我们损害那个时候 我们 大家没有那个尝试 没有那个知识 啊感觉好像 这个东西坏了就坏了吧 啊就把它摆在旁边 还好 没有帮到 还好没有当认识的把它丢掉 后来那个文化局他们 有一些 这那个 古屋的那个专家 啊他们 进来都有到够寺尿调查做调查 啊就是这样 被他们发现 啊就是 还好他们很用心 这件鞋子把这个 鼓舞效忽了 对 这件神教是彭湖地区所建可考年代最早的神教 原来放置于南天庙的厢房 拆解成教身四大件以及教底一件保存 正面的教扁莫书 三西夫子 左右框英科 道光十九年贵月至 本乡弟子张成赖筹 呈现左右对称 前后对称之格局 表面屋城极为严重 结构上的雕刻和外框都有断裂 缺失和松脱 各雕刻构建部分缺损 清道光十九年 大约是在西元1839年 距今有184年 已经有快200年的历史了 1839年 1839年的 那最近一附近 我们上次在这附近做一些神教的调查之后 可能在另外一个那边 那个是小赤坎南北 那个是已经到清光去七年的 那其实中间已经相差大概五十年左右了 所以其实 可以看到当地的历史来说 其实 从 张百万过来 从大赤坎那边移过来这边 做一个那个 巴洛大厨 就是他们现在的巴洪马的人 巴洛大厨就是在这边去做一个扎根的时候 对于他的历史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推进 那旁边的其实 后面的庙尾在去吃座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历史之后 对啊 就是可以看到整个白沙当时震洛瓦同港这边的一个发展的历史的过程 这也是全台湾最古老的神教之一吗 目前的话应该是推出台湾现有存的神教 因为最早期的台澎地区啦 台澎地区最早期的 最早期的 而且它是比较是属于当时候因为大陆那边制作 可能在泉州创作地区制作 运过来台湾的 运过来澎湖这边的 神教在今年5月运制了国立台南艺术大学 友章艺术博物馆文物维护研究中心 进行储存、清洁以及修护工作 由茶灰传统匠黄熙成以及陈征翰共同维护 运用教生构建题材对称之特性 玩图稿绘制以及茶灰装饰的仿座 而结构损坏以及松散处 则以修护材料填补和加固 最后进行全摄以及上保护期 再不影响视觉观赏的协调性 同时也能辨识星座和原座之差异 白沙瓦铜是文风鼎盛的一个聚落 那除了过去的文史丰富的内涵以外 我们的南天庙里边有清道光19年的神教 保存至今 过去因为年久有损毁了 我们文化局跟庙方还有华同社区 村长等大家一起合力 把清朝道光年间的神教修复完成 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的严谨 跟不容易的包括毁损部分的过去神教对称的分析 还有毁损部分的一个填补加固 最后的整个庙的神教的顶端部分 我们再透过传统的工艺来把它编修完成 我们要讲的是 彭沐的公庙有非常宝贵的文史文物 那这都有赖于我们各界一起来保存 这一次瓦铜南天庙的神教修复呢 可以说是地方文物保存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公庙负责人 所有对彭沐的公庙文物呢 有热心的朋友大家共同来维护 其中教顶更是夸海与嘉义县传统工艺 主工艺保存者刘明志先生合作 在刘师傅精湛的手艺之下 完成了主编教顶 使其与教生结合 而达到了神教整体外观的和谐性 是传统工艺与文化专业修复合作的成果 包括刚刚讲的我们做一个图样的调查 就是对于整个构建 去做一个CAD的绘图 就是把它整个模拟出来 然后还有就是对于它的图样的部分 去做图稿的绘制 然后还有做简单的 像我们南一大这边小组负责的就是 科学检测 比如说它是什么材质 在当中用什么材质 因为每个阶段使用的材质 日本时代或现代的时候 使用的木材都不太一样 所以可以透过这个材质来去判断 这是属于当时的时代的产物 瓦同南天庙青道光神教产片 是在2018年2019年 本县的百年历史庙宇 以及教堂文物普查登陆计划 白刷香以及奇美香普查列车 最后于2019年指定为一般古物 2021年也获得文化部文化资产局补助 执行了修复调查研究计划 最后在今年完成了修复 记者王海龙报道